不要阳台推拉门 而是做圆弧门洞 地砖通铺制阳台 空间更显大 三 不装传统晾衣架 难看还挡光 而是嵌入洗烘套装 再装横向晾衣架 方便晒内衣袜子 下方活动晾衣杆 床单被褥都能晒 四 窗帘不再贴内墙 而是改到阳台里 客厅又大20厘米 五 压口延伸做吧台 搭配做书柜 放书籍资料 可以喝茶品酒 也方便办公学习 六 沙发背景不做木石面 而是满刷乳胶漆 石膏板做造型 简约又时尚 七 不买转角沙发 而是买直排沙发 实用不占地 八 不装不砸水晶灯 而是装磁吸轨道灯 不做吊顶更显难高 把二四墙打掉一半 轨道做延伸 打开就是开放式厨房 二 不做地轨门 而是装上滑轨道 卫生无死角 三 水槽区抬高10公分 洗菜洗碗不弯腰 四 不做传统吊柜 而是缩短吊柜 增加上翻柜 瓶罐调料好拿去 五 不做传统纸角柜 而是改成钻石柜 物品好拿好去 六 做高柜嵌入冰箱 整洁更美观 定制箱式床 铺上大床垫 舒适又温馨 二 床下收纳杂物 装上柜门防灰尘 三 床尾储物室楼梯 一体两用收纳多 四 房门左移60公分 门后通顶大衣柜 角落开放格放书籍资料 连接悬空书桌 方便学习办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